大家来看一个神机 让嘉义姓长翁张良特别拍影片介绍的神机 就是每年都到寿政宫朝圣的哭求罗文娥 宛如猫头鹰眼睛的金色大眼纹 展翅后约成人手掌的大小 颜色跟神明的衣服刺绣相近 就像衣服在神像上头的一面面金牌 就连姓长也惊叹连连 有没有看到 它上面的翅膀跟战甲一样 非常漂亮 就跟那个你看到以前古代的巫师 身上那个战甲一样 坐落在阿里山的寿政宫 号称是全台最高祭祀玄天上帝的庙宇 每年都有飞蛾朝圣的骑警 或是停在神像上的胡须上头 一停就是好几只 被信众称为神额祝寿的景象 已经持续半世纪 也让寿政宫的名声越来越响亮 尤其我们最近大概是一过重季 所以四五月是我们萤火虫大爆发的时候 大家可以一起上山 看萤火虫欣赏日出云海 大战小火车到去年底刚启用的筑山车站 只要来到阿里山区 就能享受一趟芬多金之旅 民事新闻中文江一线报道